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个恶修罗能变成这样吗 降伏摩修罗的赵世间灯的大菩萨 他那志在为神力可思议吗 不可思议 拿那个驻天来形容菩萨的为神力 天恶修罗共战时 第四神力难思议 随恶修罗君诸颂 献身等彼而遇 第四天 跟恶修罗作战的时候 大家懂得这么个道理啊 凡说六欲天 第四天是第二天 六欲天里的第二天 第一天是四方天 第二天就是第四天 第三天夜末天 第四天斗塞天 第五天是化乐天 第六天是他化自在天 这个六欲天中第二天 有男女 有生育 跟人差不多 第二天的恶修罗 第三天第四天 第五天以上的天 没有恶修罗 恶修罗子到第二天 他的善 德 跟第四天差不多 但是呢 他嗔恶心特别重 就有第四天之福 没有第四天的德 他经常的 争夺权力 人家嘛 争夺国界 争夺权力 互相作战 第四天的神力 随着恶修罗的军 好比十万百万 第四天的天神 他能不能化现 等那个恶修罗说 他的神力实现 那么恶修罗 他发了这么个念头 说第四天 他要来给我作战的时候 他要把我身子抓住 给我种种的疏防 那么 我们这俄修罗 都有忧愁 苦恶 同时 同时第四天 现有千眼 第四天能线 跟观音菩萨似的 千眼千手 他那个 第四天手 哪里都是金刚 金刚上出火 铠甲呀 穿的 那个 俄修罗 见着就退伏了 吓跑了 第四天 斗立天的天王 他是微小 微小就是不大 福德力 是人间的福报 他又能吹服大 冤敌 最后一句话 何况救度一切者 去入功德不自在 前倒是先那个 阿俄修罗 跟天地 共战的时候 讲天地的 微德 那大菩萨 救度一些众生的时候 他去入 那个 微德 当然是自在的了 没有不自在的 后头用这些个比喻 什么意思呢 解释前头 那个三枚力 为什么菩萨 有那么多三枚力 就用后头这些比法 来显示 菩萨的微生力 是不可思议的 这种天的显 都没用人间的显 这种比喻 我们并不理解 因为我没见到 弟子天是什么样子 但是因为在经里 都这样说 佛菩萨这样 跟我们做说的呢 我们就相信 是相信 佛菩萨所教授的 人间的福利 功德 比功德的大小 比业障的深潜 他们还是有业障的 还是凡夫 天人是六道 天府尽了 他还要堕落 他还要下地狱 何况除了六道 那些大菩萨教化众生的时候 他的自然的三脉力 不可思议的 是要么相信 岛里天中有天国 从天夜报而生着 岛里天有种国 是从他夜报所生的 假使那些天中放逸的时候 天国就响了 天国自然出息 天人的夜报所感 天人 夜报要尽了 天国自然就响了 在经上多隐这个 第四天 什么原因呢 因为他跟我们六道轮回 跟人间 相接近 六一天以上梵天 梵天没有男女像 这是清静的 但是也属于天道 他们都要堕落 腐坡进了 腐坡进了 夜报就来了 照样的受业 受报 因为他未出三界 修身为圆绝成的 咱们前都也讲了 他的功德神通 他是除世间的 他不随着三界轮转了 他超出三界的 菩萨呢 不讨 菩萨是在三界 菩萨要行菩萨道 菩萨三界度众生 到哪里度众生去 菩萨是在尘而不养 菩萨是功德 礼众生的 得神 这些天人 是夜报神 那他为什么有这么大功力呢 供养众生啊 求佛福报啊 他不求处理啊 那没处理三界 要么作为大友 听见这天 恶修罗 当然不愿意做恶修罗了 他好大功力 我们都不愿意做他 天么也不要做 他受三界轮回 琥珀进了 由造业去了 他有很多的业在身上 还没还你 要做什么呢 要做除四界 天人见着比丘比丘您 他都给你做护法 恭敬供养 咱们不经常念经吗 天龙护法吗 他只是护母法的 你要修道 有德 他求佛报的 他就来向这求佛 我们这出家人 最起码的发愿 超出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 超脱了 这叫超脱 你要没超脱 你在人间的时候 现在你受报 你那福报的报还没来 现在你受你的过去的夜报 所以你生老病死苦 你拒绝啊 夜报来了 你要受啊 但你用佛说 教授你的方法 你入了三昧了 什么生老病死苦 五云之圣 奈比利 愿之苦 全部没有了 你是你定力 把他降服了 没有 是你圣经 现在你送的是圣人 除圣人 除死的圣人 我们四宗弟子 不要把自己看得清了 你一闻法 一入道 就是你落法的时候 一入道的时候 在你受三规的时候 咱们讲这天人和修理神统 都没得用了 它仅仅是你的护法 我没修想 我孩子造业不错的 但是你这个阴呢 超胜他多少倍了 我们也是受了三规了 或者受了比修比行的戒了 做了很多 也做很多错事 犯戒了干什么 但是你这个阴呢 不消失了 受三规 发心 受五戒 受戒 要行菩萨道 这是阴 并没有成就 就这个阴呢 已经不容易了 大家读过法画经吗 一成那么佛 皆供成佛道 虽然也还是要轮转 也还是受罪 你有处理的了 将来处理的 所以用这些天呢 用这些恶修 用这些鬼神的神童 妙容 来形容菩萨 形容菩萨 你大悲心一发 大慈大悲 这个种子 是四无量心 这个心一发 也是无限量的 心无量过 福德也无量 那些天人这么大神童 他见了一个破戒的比修 破戒的比修女 他不敢轻慢的 他就恭敬礼拜 将来你一成就 也让你消失 那是出世间的福报 那不是世间的福报 那就是 所以呢 就是我们庆幸 庆幸自己 比如说三宝了 加三宝的缘 这可是缘 我们自己发起那个心 福德心 是因 那个心 假的外缘处成了 成道 成道 那什么 咱们这个 咱们这个业 业报 这是殊胜的业报 修行 辞送礼拜 修三宝的 以佛的教导去行 这是圣业 这个感觉果报呢 是了生死的正涅槃 看到这些比喻 现在生起这些个想法 不求世间明文的阳 不求天人的福报 有人问我 升天好 下地狱好 我说下地狱 你除了能成佛 升天呢 你还得下地狱 当你受到苦难了 你思念三宝了 你看见很多道友 平常好的时候 他不大念佛 一生病了 他知道苦来了 我被他 他念佛念得很深刻了 说啊